hello大家好 你看今天我们要说说配眼镜 我以前做过一期在中国配眼镜的视频 那时候呢我过去的近视眼的眼镜都是回中国配 非常便宜 这次呢我在去年今年两只眼睛分别做了白内障手术之后呢 我就已经摘掉眼镜了 完全不需要眼镜 不管是看远看电脑还是看手机远中近都不需要眼镜 但是它不是特别清楚 因为我原来是近视眼 我选择的植入的多晶体人工水晶体是什么 右眼是可以看远的 也就那个焦距是可以设计的看远的 左眼呢是看中近的 所以这样两个结合起来 我是可以不看不戴眼镜了 都OK我真的平常在家里在外面都不戴眼镜了 但是呢当我要仔细看清楚的话 比如说我看我这个电视 三米距离就不是特别清楚 然后呢我看电脑 没有眼界的时候 看电脑也行 但是字小一点或怎么样也有看不清楚的时候 读小字比如我出去买个什么东西 那个说明书特别小 一个要的那个说明也看不清楚 这种情况下呢就最好有眼镜 所以我这次回国呢 我就又去配眼镜了 还有呢就是我做完白内障手术之后 六周之后两个眼睛分别就去看了眼科的艳光师 他就给我重新做了艳光 所以从艳光师呢 我就得到一个艳光单 但是那个艳光单呢 我看不懂 为什么 他那个标准是海外的标准 什么四五 我没有概念 因为我的那个对竞选的理解的都是以前从小 那个最大的眼睛最差就是0.1 然后到1.5 这个系统我比较熟悉 他现在给我来个四五 我搞不清楚 当然你也可以找对照 当时回国之前特别紧张 我把加拿大眼科医生给我开的这个眼光单 我还没找到 没有带 结果呢就回国了 然后这次我回国呢 就到了北京的同仁医院 同仁医院是非常有名的眼科医院 当然我去的是同仁医院的眼光中心 它就是针对配眼镜近视眼这些事情 不是治疗眼睛的这种科室 那我去同仁医院呢就为了验光我也不想在那配眼镜 因为他那配的眼镜非常贵 验光多少钱呢 100人民币 交钱之后呢就首先是他一个电脑的 有一个人负责给你用电脑两个眼睛就都测出来了 测完以后呢就排队到科室 好多好多的真实啊就等着叫号就有眼科医生单独来给你谈 这样轮到我以后呢 他就给我两个眼睛又分别的看着那个就表啊 这就确实就那个0.1到1.5这个系统 去记录了我两个眼睛裸势是多少 然后配上眼镜看清楚的情况下是多少 那么好的地方就是啊 你可以说国语嘛就非常亲切你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跟他讲 所以我就跟他详细讲了我做了两个眼睛做了白那张手术 现在裸势看到我的感受是什么 我的需要是什么 所以我告诉他还有有些地方不清楚啊什么什么 所以我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的眼睛装着人工水晶铁 一个是远一个是近 现在我是不用戴眼镜了 但我为什么又看不太清楚是怎么回事 他就跟我讲呢 他说你这个眼睛由于你是近视眼 他有意识的给你配成一个是看远一个看近 实际上你现在不用戴眼镜你看远的时候 实际上是你这个右眼在这个水晶体在起作用 当你看电脑和看近的时候 你的右眼那个就不灵光了 就是靠左眼 实际上你是他自动的切换两个眼睛是单独的并没有一块工作 所以呢带来的问题就是他看的还不是那么斟酌的那么清楚 所以配眼镜呢是可以解决更清楚的问题 比如说我现在看远他给我配的就是我这个已经到了比如说1.5了 这个眼睛是看近的那他配上一个150度的度数 我两个眼睛马上就都到了1.0到1.5 我现在忘了一个度数就清楚多了 只是加一点度数 配中近也是加了度数 所以他就给我按三个距离远中近分别做出了一个验光单 然后呢我就拿着同人医院的这张验光单 去到了北京晋松 那个眼镜城啊 到处都是那种私人的店 说起来说一配眼镜找私人店行吗 但是我的多年的 可能大概有十年的经历在过去配的眼镜 在那儿配的眼镜 非常的豪实 非常的舒服 反而比我在加拿大配的有一次配的眼镜 比他那个还要好 所以我就很舒服 我就又是到这眼镜城了 那我去到这眼镜城呢 一走进去各个各个小店 他们做的都是同样的生意 大家都盯着你 哎大姐大姐就让你招呼过去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停着到某一家了 然后就在那儿看那儿说呀 就在那儿全部配了啊 我配了几副呢 我配了六副 为什么呢 你看远中近各一副 对吧 我还配了两副墨镜 一个特别时尚的 一个一般的 其实眼镜已经变成那种装饰品了 因为它非常便宜 怎么便宜 你看啊 我是六副 其中两个墨镜 而且都是带度数的 度数不大 都是一点点度数 我带了两个自己的眼镜框 因为原来的眼镜 就是把镜片不能用了吗 去掉那眼镜框还OK 所以我自己两个眼镜框 加上它的四个眼镜框 再加上配上所有的镜片 六副 750人民币 你看看 750人民币 六副 实际上呢 平均来说 它大概是150元人民币 一副 这一副指的是 镜框加镜价 当然我这个框子 我选的是这种 你看我带的这种 就是塑料的 我非常喜欢这个 这特别适合我的脸型 因为我的颧骨高 所以我希望它这宽一点 能把这支撑一下 是这么一个价位 所以我就配好了 那我为什么配六副呢 远中近 我不是配一副 你像中距离看电脑的 我配了两副 一个呢 放在包里 上班的时候用 就直接两套 两套眼镜 不用来回到处长了 做一个备用的 因为想今后我在回国 很少很少了 配好了这个度数也不变了 就希望度数不变了 我就能够一直用 这边抓一个 那边抓一个 但是呢 我大多数情况 我告诉你 根本不戴眼镜 真的 但我戴眼镜是 就在那抽屉 这不是坐在电脑之前 拿出来就戴上 肯定是戴上 就在手边的 但是我凡是有移动性的 我基本上是不戴眼镜的 那后来呢 我在家里用一下 确实很方便 但是也有个讨厌 你以后中距离一个眼镜 近距离一个眼镜 来回坏眼镜挺麻烦 等我又有第二次机会 又回到北京的时候 我就说这件事 我一定要把 又跑到眼镜中心 配了一个什么 渐进式的眼镜 渐进式的眼镜 我以前听说过 就是说一副眼镜 远中近都给你cover 它是一层一层一层这样 我以前听说过 我都没敢配 第一我听说特别贵 第二呢 我听说那个不习惯啊 走路就像那个 脚像踩着云彩似的 那个特别不习惯 得习惯一阵 所以我就想想我可能不舒服 但是呢 到这个地方 眼镜城第二次去配的时候呢 我就给配成这种见镜了 因为它让我试了一下 它的见镜眼镜 我发现 马上就远中近 就大概都能看清楚 你中的近的也能看清楚 近的也能看清楚 远的也舒服 这样就不用来回配眼镜了 这样呢 我就配了一副这个眼镜 这个就是 500人民币 配一副远中近 确实是 很好用的 这样呢 在北京的眼镜城 就全解决了 希望我这回呢 眼镜是够用了 但是呢 没有眼镜是更好的 但是我不知道 这个白内障手术以后啊 眼睛的视力 随着你的年纪增大 随着你用眼 像我又看手机 又做视频的 废眼睛 它这眼睛的度数 也可能还会有变化 所以以后怎么着呢 爱咋地咋地了 好 好 好